你看 你家狗那是唠嗑啊 啊 唠嗑人家都小点声啊 有这么大嗓门的吗 哎呀你等会儿 听着啊 都听着啊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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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歌唱家呀 这个 那个 二姑咱这么说 好玩吗 好玩 好玩 咱人稀罕吗 稀罕 一会儿就给你抱来 不要 你养护好 养不起 好养护 在家里边从来不拉屎 对 都拉我们家门口了 在家里边从来不撒尿 对 都尿我车葫芦上了 从来不咬东西 对对对 不咬不咬不咬 来来来媳妇哥 来你把这肘子拿回去啊 看你家狗咬不咬啊 我对你家狗挺好的 你跟他说一声啊 这肘子一直给他 一直给我老婆 别老提这事儿 这属于人口平凤呗 啊 那个 谢谢啊 走吧 一定让狗吃了啊 放心吧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 啊 你把狗喂毛了 他叫你不得更欢哪 人一宿不用睡了 媳妇啊 你记住一句名言 你老公比狗聪明 没看如来 嘿嘿嘿 我在那肘子里放安眠药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给狗吃安眠药 我都吃一把了 他吃一片怎么的 不行啊 天哪 这狗还有好没有 你听 停了 哎 对对对 你看 停了 停了啊 停了啊 大家伙快睡觉去吧 睡觉睡觉 睡觉快点快点 停了啊 哎呀 大家都睡 哎呀 我废了他 哎呀 你妈呀 我受不了了 叫你我太忙到人了 倒心哪 反正你俩也不会 我在你家趴会儿啊 哎呀 哎呀 警方邻居们都在呢啊 哈哈 哎呀 先接个电话啊 哎 喂 前身份啊 我是前嫁男 啊 你是不是把我给汪了 哎呀 我提个人 招杠的介绍我来南门公司的 哈哈 还往我这介绍人 我要去南门公司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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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妈 我要不提马八你就能让我去了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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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招杠的我这个大姐夫 是不是嫌的没事干了 得找他去 大姐夫 哎 招杠的啊 你干啥呢你啊 现在呢 你来 我我跟你说个事 你把刀放下 哦 赵刚子啊 你今天让没让一个女的 给我打电话 啊 女的给你打电话 嗯 陈家男吧 哎 是不是陈家男 陈家男是谁啊 陈家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 舒芬啊 舒芬你过来你过来 你是不是把人家给忘了 我想不起来 谁啊 哎呀你可真行 你忘了 当初不是你带到咱们家来的吗 沙发客 他爸是陈总 我认识 陈氏集团创始人 凭我对钱顺夫的了解 他得蹦起来 而且还得一百八十度装画 哎呀 哎呀 想起来了 大姐夫 哎 我好像是记忆力全部打开了 我全想起来了 哎呀 这个陈总一直是我的偶像啊 我一直渴望着与他合作呀 哎哎 我跟你讲啊 哎 南南呀在咱们沈阳上大学 好 今年毕业了想找工作 我说那你到顺芬这来干吧 好好好 多好的事 哎呦大姐夫你安排的太好了 我跟你讲啊 一会他就来咱们家 一会就来啊 哎呦那得准备准备啊 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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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全让你给砸了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呀 刚才人家南南给我来电话了 我已经跟他说了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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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干嘛干嘛呀 哎呦哎呀我 哎呀哎呀哎呀 你看这个 那个无知的小眼睛瞪着我 别打理我 哎呦你得帮我 你少求我 大姐夫你得帮我呀 陈总啊 一直是我的偶像啊 我得跟人家合作呀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大姐夫的一声叹息 证明这个事成了 哈哈哈哈 呀 你这怎么帮你吧 大姐夫一会嘉南要是来了 啊 那肯定得问我这个事啊 啊 是吧 我给他解释的时候 你就猛烈的点头 哦 我只要把电话放在你的耳朵边上 你就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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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嘻嘻呀 人家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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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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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 你看他谁来了 请开 师弟 真是我师弟啊 师弟 别别 别别 你别喝这车 师弟 真的是你吗 我不是我 我是我的模仿秀 真没想到咱俩还能在这儿看见 咋的 你还想在坟头上看呢 当初大夫说你得那个病 所以一发病了就昏迷不醒 就跟那植物人一样 我让你失望了 我从植物人变成动物人的 师弟我知道 我知道你有病 什么事都不明白 可是我想你 我总想时不时的就想给你发个微信 发啥微信呢 我要知道你这么惦记我 我早应该给你托个梦 行行行 你说你俩落的这啥哥人 给我照的迷迷登登的 师弟快点快点醒座 来 你说你哥俩一见面就强 这到底是为了啥呀 你你你听他吧 老范咋回事啊 半年前 他来电话让我陪他去医院 去看个病 结果到医院一诊断 医生说他得了一种非常非常严重的病 大夫告诉我说 你得的这病啊 就后半生就躺着床着喘气 小米店啊 你这干啥呢 这不是我们马上要排演一出话剧吗 老师让我演个孕妇 我这也不会呀 练演孕妇啊 我以为你腰椎肩盘突出的 大姐 对了 你当初怀妞妞的时候 就这个 走啊 卧啊 偶啊 都啥样 你给我学一呗 哎呀就这样 你看 肚子带着身子走 起来坐下 先伸手 哎呦 酸的辣的醉口口 食而瞌睡食而 哦 哦 我还以为 放塞个肚子就行呢 啥呀 哎呀 你说 马上就演出了 我的心里都没底啊 哎 你就按照我教你这几个步骤 指定像 行吗 哎这样 一会儿你俩姐夫回来呀 你就拿他们当关注 他们要相信 你怀孕了 哎 你上台 指定没错 哎 就这么办 说啥 哎哎 你看你看 看着没 对 这俩罐子 啊 你买一个 你叔买一个 对 没想想 他俩一模一样 搁一块这么一捣 就分不出哪个是你呢 啊 我都快四十了 你拿我当三岁孩子呢 啊 这玩意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 哎 这这有一个是我的 也是你们 对不对 我的 是吧 你们的 你们的 我的 对不对 这有这有什么 他就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 这个 哪个是我的 不是 大秦哪 你买的那个可是两 两万呢 啊 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对 想想 想想 我想什么 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 啊 你们知道啊 我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呀 赶紧闻呐 开闻呐 写出发 罢 秀 上 我这个人们快说 告诉我你的答案 没闻出来 啊 哎呀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我这两天鼻炎 我鼻子不透劲我 哎呀 我的妈呀 啊 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呗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 我 钱顺方 我现在我想捏死你 我 怎么老大 我需要你的手 掉链呢 哎呀 等会 妈 哎 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 对呀 你咱知道的呢 你是不是在厨房货韭菜馅了 哎呀 你这不是又好了吗 这鼻子 刚才我媳妇一捏我 一拘一令 鼻子透气了你 哎呀 那我说你先这刺一下 哎呀 上 行了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这个 装过算 我这是我的 咱们再拿好啊 这是这两万的 这是你的两万的呀 哎呀 哈哈 可拿好了啊 是的 哈哈哈哈 哎呀 大秦今天对不起了啊 哈哈 下回可不能啊 对你们这么信任 把东西放在你们家 对不对 对不起 不能这个人没带 就随便拿东西 是是 找找 造成误会多不好啊 对不起 行了 实在秦天国也不生气啊 对不起啊 对对对 过来 哎 来世再见 不愿意吗 是我的事 什么什么 这钱的男人给人送货 哎呀 装成这样了 你还叫哥 叫大姐 啥呀 你呢 还叫大姐 你说咱俩就是贴小广告的 你说你至于装成这样吗 哎呀 那我说兄弟啊 啊 那你可不知道啊 你知道有很多我们同行都壮烈了 就咱俩没牺牲了 为啥没牺牲了 为啥没牺牲了 为啥呀 就因为俺俩会装嘛 啊 你说你要把事业做大做强 你不得装啊 我是有目标的 我今年要完成一个亿 哥 哥 挣一个亿啊 贴一小广告 你那啥呀 这也算目标啊 实现不了 啥 实现不了 胶不行 你看人的胶啊 往上一踢 啪 一年都不带下来的 你看咱们的脚往上一踢 啪 哒哒哒哒哒 不到20秒就下来了 比那面脖子都快 再一个他这小区物业太厉害了 哥 咱别贴了 换个地方 兄弟啊 啊 你说就你这智商 你能想到的事 大哥能想不到吗 啊 他我也不喜欢咔着吗 对啊 我就让他咔着不下来 怎么咔着 你以为大哥真是肚子大了 那是啥呀 全是胶啊 骂呀 哎呦天啊 鬼胶啊 你骂谁鬼呢 那你不故意是啥 这胶 我这 骂啊 我还以为你是鬼呢 你啥鬼鬼的 大力骂 大力大力 大力出奇迹 天漏补天 地漏补地 谁要能卡着掉 那纯属奇迹 那我这边算 我给你把车 哎 你给我卡着点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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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咋的了 这手感太好了 你太黏了 你小心点啊 你别把那个手给粘上了 说啥呢 我傻呀 能把手粘上啊 我病啊 我病啊 哎哎 哥 啥的了 刷子粘上了 我说你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 咋的了 你咋把刷子给粘上了 我不想试试你这胶黏不黏嘛 你马里你把那刷子够坎下来 你玩呢 啊 你什么劲啊 你坎不下来你打把手 看 是你那干啥事 快呀 来 一 大地 出奇 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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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能干啥 你看你这脚弄哪哪都是 不是哥 咱走吧 我这怎么够的捅啊 我这 你看 干啥呢 还打电了 不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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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走吧 正好是没人呢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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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这还有点焦 你去贴上吧 行 你撒手啊 你撒手啊 你不撒手 我咋拿走啊 你不拿走 我咋撒手 行 我拿走 哎呀 大银庄了 那 杂成 杂成 哎 这样哥 咱把筒放地上 脚踩筒上 往上吼 怎么样 好主意啊 兄弟 哎 哎 哎 大力 出击 见 哎 哎 啊 成功 走 这不他知道他儿子办事钻牛角尖 他不放心就打扶我过来看看嘛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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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小娟大妹他儿子他跟我说了 我认识 不是他呀 那您说的是我大哥 我是老二 对这还是老二 我想起来了 黄大妹他曾经跟我说过 说他有个二儿子 说专门整那个餐饮连锁店的老板 对呀 是你吗 就是我呀 我妈跟我说这事 我行走我过来考察考察 看看 要是说全都腐蚀呢 不仅同意他俩的婚事 我还要出钱把咱那个嘎嘴汤这店 给他做大做强 你看这多好 但是 看见这位大爷以后 我才知道 我这么多年是白活的呀 今天真是充斥了我的眼界 扩脱了我的人生啊 我跟你说 今天我考察的最后结果是非常不满意呀 你不满意就对了 你要满意还麻烦了 咋的 我不是这个店的老板 你不是老板 那谁是老板 干啥 我是 我是 对他 您是这个店的老板呀 哎呀我的小大爷呀 孩子孩子 淡定点 你ち ceremony 我跟你捋一聊 如果 我说是如果 我就是这个嘎唐店的老板 那我跟你妈的事 双手赞成 双手赞成啊 太好了亲家呀 这不是圆版的结局吗 大爷您听我了 今天您的店也甭开了 跟我回家 咱们您几个吃一顿和亲饭 哎呀傻孩子 咱本身就是开饭店的 干嘛回家吃和亲饭 就是啊 咱就在这吃 一会儿我叫个滴滴 去把黄小娟 不是 把咱的准新娘子接过来 行走走走 接你妈就接过来 去去去去 祝贺啊 你看我来的店 打工那个事 来我的店打工那事啊 哎你妈最近挺好 一会儿您都看到了 记得一定 哎一定 哎老伴你说我上这干事挺好 哎呦我想起来了 我呀得回家化化妆 烫烫头发 他俩的事儿要真成了 我得给他当伴娘 哈哈哈哈 哎就你的不是 你要能当伴娘 我就能当伴郎 现在我也回回家 烫烫头去 我爱你 哎呦赶紧捡起来 保一条快点来 老公老公 哎 继续说你爱我快点 继续说 你你你你等会儿 你叫他啥 老公 这是我老婆 俺俩两口子 哈哈哈哈 哎呀俺俩两口子 你气人不气人 有这么好笑吗 不是我跟你说 我控制不住我的情感了 哈哈哈哈 哎呀哈哈哈哈 我受不了 你说的是他们家保姆啊 是你刚才不进来说 跟我们全家那过不去吗 我不是怕沾包吗 哈哈哈哈 行 你家人厉害啊 我上一次来 全家合着伙的调理我 这次俩人就把我给涮了 是不 我跟你说啊 不是我们涮你 是你自己涮你自己 你可拿倒吧 我跟你说 锁你车不是目的 那你目的是啥 是锁你的车 哈哈哈哈 为啥锁你的车 你老乱停车 你知道吗 那我停哪呢 小区有停车位啊 你进停车场啊 他不让我进啊 你不交钱能让你进吗 我没钱啊 没钱你买车 那不有停车位吗 我就买了两车 有停车位你停啊 他不让我进啊 你不交钱能让你进吗 我没钱呢 没钱你买车 他不让我进吗 你进啊 你没钱你能让你进吗 那他不是有停车位 我就买了两车 他不让我进 他没钱你有车呀 那我停了 你俩能不能从停车位 你蹦出来呀 行 赵刚子 行 我乱停车了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我找不着你人 你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吗 上次拉你家电闸 找你就找不着 打电话你就不接 我今天打了你仨电话 你还是不接 你的陌生号码我能接吗 你就不会把我的电话号码存下来吗 现在什么社会上还存电话 多老土啊 那你说咋不土 加微信 加就加 你叫啥 你叫啥 金庄座 你叫啥 吃气火 加上了哈 咱俩就是朋友了呗 就是朋友圈了是不是 好 咱俩现在就按圈里的规矩来 行 你先晒一下你的想法 可以 是这样的 小区就是咱们的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对不对 对家得爱护 你像你这样不遵守规矩 乱停车别人都戳不去了 这家不就乱了套了吗 我是物业 我要不管的话是对你不负责 对业主不负责 对咱们整个小区不负责 句号 在 我能不能回复一条 可以 我不是不想交停车费 我刚想去交 咔嚓钱包丢了 我刚想去补卡 咔嚓你把我车给锁了 你说我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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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丢钱包了 No 你在哪丢的 我要知道在哪丢的 那还叫丢吗 那叫丢 不是 你是不是 撂在咱小区了 嗯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在小区 刚捡了一个钱包 哎呀 那是我撂的吧 那不一定 那咋能证明是你撂的呢 嗯 我问你 你那个钱包 是个啥样的 是个包 那不跟没说一样吗 你钱包里有啥 有钱 那不跟没说一样吗 除了钱还有啥 卡 我对你的智商堪忧 除了钱和卡还有啥 还有张照片 你等会 哎哎哎 你等会 等会 哎 真有张照片哎 这照片里边这个女的是谁呀 我妈 那不行 一个字 什么车 什么车八十万 这个八十万 这个八十万 哪有那么贵呀 这车提车也就三十万 三十万 三十万 这么着啊 八十万一辆 有几辆 我要几辆 来来来 这你说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来来来来 我这正好有一辆 卖你了 来 拿钱 你干吗 哪 来来 八十万 快 拿着 哎 哎 干什么 这车 这是你的呀 这是要不还你的呀 不是 我 哎 那个大哥 那什么 他们给你车撞了啊 赶紧让他们赔钱 你站住 不是你的车 我没说是我的 这个车是我的 哎呀 那你可是在 咱这会儿跟我们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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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半天还让我大姐夫 给你道歉 凭什么给你道歉呢 我得先走 你别别别 你别走 你过来过来过来 把车推过来 推过来 推过来 好家伙 不是你的车呀 我真以为是啥的呢 我跟你说啊 我告诉你 那个关于你乱到垃圾 那个事 你回到大屋页去 我重新批评你一回 不是 我批评完了吗 那不行 刚才我跟你道歉了 所以前面批评的 就不算了 重新批评你两个小孩 你知道吗 另外 这自行车是你的是吧 谁让你停这儿的 咱们物业三令五神 这个地方不让停自行车 只能停气球 为什么停这儿啊 你这样 你现在马上骑自行车 到物业等我 好吧 我对你进行严肃的批评 另外通知一下你的家属 把晚饭送过来 停 做饭干啥啊 因为批评的时间很长 去吧 OK 等我去 是不是 怎么玩 该呀 该也不像 怎么起码我唱 那么什么 气死我 哈哈 张经理 张总 这谁撞 你撞的呀 那个 我 我 对 那我大姐夫撞的 哎呀 没事 我刚才看了一眼 我这摩托车接着 啥事没有 是吗 把你那车撞了一块漆 哎呦 你放心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 拉我修理场去 我全给你修了 哎呀 好好好 明天明天我就开过去 好 哎呀 张总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把您这车砰一下 那个 另外呢 我还得提醒一下您 你看咱们这个地方只能停汽车 这是汽车的停车位 自行车摩托车什么都不能停这 赵经理你放心 我今天有点急事上楼去拿个东西 我就马上就走 我下回肯定不在这停了 我给你道歉 哎呦 哎呦 顺芳 你看看 是 这就是品质 张总啊 你的为人我太了解了 您说这话我相信 刚才确实是挺危险的 你看您这个摩托车停在这 顺芳刚买的新车 不知道 他一 啪就跑 谁 谁 你刚才说谁 顺芳啊 我 我是不是多说了一句话呀 你 你一直在多说话 到底谁撞呢 二米啊 你看 某些人哆嗦的程度 你还看不出来吗 钱顺芳 什么时候能改革你这毛病啊 别得损了 让你得损回家得损 这 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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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啊 哎 救命啊 一辈啊 一辈 这怎么办呢这个啊 行不行 行不行 那个 二米啊 那个我说错了 那车是我撞的 跟顺芳没关系 二米丽啊 你手下留情啊 这不怪钱顺芳 那是我骑着脖子 是人撞的的 大家好 大家好